男孩为了获得高薪工作 瞒着父亲跑去了越南 结果却被骗进电炸组织无法脱身 在这个犹如地狱的地方 东仔稍有不慎就会被打得头破血 甚至还有很多同伴被抓去割掉的腰子 殊不知 远在家乡的老父亲已经找了他整整两年 为了能得到儿子的一丝消息 父亲日复一日在冷漠的人群中发着寻人启示 然而却没有半点作用 但在这天 刚挨玩打的东仔终于找到了机会 他趁着没人拿起了桌上的手机 然后给父亲打来了电话 可就在他准备开口的时候 诈骗团伙的成员竟然返回了 就这样 东仔哀嚎着说了一句对不起就挂断了电话 毫无疑问他又遭受了一顿毒打 察觉异常的父亲随后来到警局报案 并说儿子一定被人绑架 但警察组长却说据他们调查 东仔曾经将电话打到了大使馆 并表示永远不会再回家 所以出于人权考虑 他们无法进行立案 然而这还没完 父亲刚回家就收到了儿子寄来的信件 但打开一看 这竟然是一封一书 父亲彻底绝望了 他独自一人来到大桥上 然后决绝地爬到护栏之外悬在空中 父亲大声向着儿子道歉 如果不是因为穷 东仔绝不会瞒着自己辍学赚钱 更不会失踪如此之久 但就在父亲低头的一瞬间 他却看到地上有一张明天 上面赫然印着彩虹模范计程车的字样 并且还写着可以提供代课复仇符 看来找回儿子有希望了 于是父亲连忙来到街头地点呼叫计程车 机器提示蓝色按钮可以对加害者实施教训 红色按钮则代表宽恕那些加害者 父亲犹豫良久 自己原本只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 但想起那听话懂事的儿子 他最终果断按下了蓝色按钮 到了约定好的时间 那辆模范出租车也准时停在了父亲面前 经过对本次案件的详细了解后 道姬和张代表随即便展开了行动 根据东仔寄来的遗书来看 这确实是本人写的 但也许并不是出于他的意愿 因为在遗书底部有一些印记 而通过摩斯密码翻译后 正好是请舅舅我几个大字 这也正是东仔被人逼迫写信时悄悄留下的 紧接着道姬便驾驶着出租车出发了 东仔在离开之前曾向某个公司投送过简历 所以只要前往那处地点就可以查出一些蛛丝马迹 然而等道姬赶到以后 这里早已是人去楼空 但即便如此 网上一定会有遗留的痕迹 不出所料 他们又在网上发现了这个跨国公司的求职广告 道姬还冒充大学生向对方投了简历 谁知那边立刻就做出了回应 并要求道姬前往面试 但为了尽早救出被折磨的不成人样的东仔 道姬立刻便按照地址来到了越南 来接应的是一个长发男 并且将他们这些求职者全都带上了船 一路上 这家伙非常热情地跟道姬几人讲述如何在这里生存 而且还许诺公司不仅工作轻松还保持住 最关键的是工资巨高 在这番甜言蜜语下 除了道姬以外的两个小伙全都被骗得晕头转小 殊不知 随着地点越来越偏远 他们已经进入了狼窝 长发男故意将车开到了灌木层中 然后配合犯罪分子将道姬他们给抓了起来 画面一转 道姬被人用水拨起 将他们放下来以后 组织头目说话 他说自己已经看了几人的履历 总体来说很符合要求 但最关键的一点是 这里需要会赌博的人 眼见没人回应 他让手下将道姬他们吊起来就好了 看得出来 这些犯罪者的手段极其狠辣 随后头目说出了任务要求 所有雇佣过来的人不仅要会开发软件 并且还要学会如何赌博 这样才可以制作出来各种各样的游戏实施诈骗 紧接着道姬就被拉了出去 谁知刚到牢房道姬就听到了一阵囚牢声 于是他拿着碎玻璃通过反射悄悄查看 只见跟自己一起被骗来的同事求生欲爆跑 竟然直接将混混撞倒后就跑了 但奇怪的是 其他混混却没有半点要追的意思 似乎他们很清楚没人能够逃出之路 就这样 男人拼命向着山下狂奔 直到看见一家餐馆才停下了脚 话音刚落 餐馆老板就走了出来 在得知男人是被骗来此处时 老板非常热心地帮其拨打了求救电话 但这一切都是伪装的 没过十分钟 这名逃跑的小伙子就重新被扛了 作为惩罚 他明天要被砍掉一条腿 而在另一边 道姬趁着团伙不注意悄悄溜了出来 并且还拿回了自己的录像眼镜 随后道姬顺着窗户爬到了大楼另一边 然后成功跟总部的高恩他们取得了联系 根据道姬的调查 犯罪团伙主要的行骗手段 就是通过招收大量程序员 然后制作非法赌博软件来牟利 所以 这背后的产业链必定相当强大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要抓紧时间先找到东崽才行 在这个人命向之苍蝇的地方 谁都不能保证死亡何时到来 不过很快 道姬就有了一个不错的计划 第二天一早 头目准时来到牢房查看软件制作情况 但令他惊讶的是 道姬竟然早就做好了一款赌博游戏 这瞬间让道姬在这里获得了一丝递动 紧接着他们就向着老大进行展示 在获取到充足信任后 道姬几人也有了一个能够安心办公的房间 不过现在还不能风险 道姬连忙告诉身旁二人 接下来一定要听令行事 因为在他的心中 又有了一个新的计划 就这样 他们三人开始了办公 然后道姬又利用假人的方式成功再次溜了出去 趁着夜色 道姬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但还没走出多远 车上这两个家伙就打算实施抢劫 就这样 道姬不仅逃了出来 甚至还获得了一辆交通工具 但要想知道东仔的下落 这个人肯定不能放头 此人正是负责向犯罪团伙运输求职者的街头 本来他还嘴硬 结果在道姬的一顿操作前 这家伙差点尿了腹 他说负责搞运输的一共有四组 但求职者失去利用假之后 就会全部被送去当地的总公司集中处理 看来 这背后的地下网络可真是复杂呀 就在道姬焦头烂额的时候 一个女人的出现 让她顿时又产生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 那就是让犯罪团伙来一场硬碰硬 兴许就能够得知总公司的具体位置 紧接着 道姬换了一身行头 然后故意在女人的面前露出侧脸 这一看可不得了 此人江湖绰号爆牙珍 曾经他被道姬无情欺骗 谁知今晚自己竟然又见到了这个令他又爱又恨的男人 爆牙珍的心顿时狂跳不止 随后一股愤怒便瞬间充斥全身 眼见追不上 爆牙珍立马命令小弟在当地展开调查 务必要查出道姬的行动鬼景 道姬则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牢房 果不其然 第二天他就带着大批人马来到了诈骗窝底 而头目一看来者不善 便立马带着团伙成员跑了 最后只留下爆牙珍在原地 不过他暗下决心 即使到天涯海角 自己也一定要找到那个最帅的男人 而在此时此刻 道姬他们已经被团伙带到了深山中的某处地 他的计划果然奏效了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总公司 随后众人全都被带到了一处平台上 然后一个身穿白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走过来 但令谁都想不到的是 这个家伙 竟然是一直以来调查失踪案件的警察组长 这些人跪在地上即将迎来死期 他们全都是为了获得高薪工作 从而被犯罪团伙骗来这里做起了诈骗的勾当 任务完不成 就会像猪肉一样被吊起来 如果想逃跑 就会被无情砍掉双短 一旦没了利用价值 诈骗头目就会像现在这样准备将他们挨个杀掉 而在临死前 这些人却还要被逼迫写下一书 以此来误导警方的追查 道姬此时也在其中不断观察 他终于见到了奄奄一息的东仔 难以想象在这两年时间里 东仔遭受了多少飞人般的折磨 面对混混头子不断的辱骂 道姬忍无可忍地反驳了一句 谁知却引起了老大的注意 道姬说这些人不是牲口 更不是随意就能拍死的苍蝇 他们只是为了多挣点钱 拿到钱以后可以为家人改善生活 所以 自己今天就是要救这些人出去 紧接着道姬二话不说 就跟这些家伙张开了活动 在他行云流水的攻击下 房内的所有混混尽数倒地 不出几分钟 道姬就结束了战斗 对于这种人渣 他直接就将其瞬间扔到了一边 但危机并未解除 门外的组长听到了里面打斗的动静 然后命令手下务必将道姬杀掉 随后更多的混混涌入了地牢 但冲上去的人全都被道姬悉数解决 就这样 道姬一路杀出了重围 就连那个五百斤的老大也被他一拳干晕了过去 而在不远处的组长则准备溜走 他先是唯唯诺诺地给某人打去了电话 然后快速驾车跑了 就在道姬被人团团包围时 老崔和阿福穿着制服杆 两人让道姬赶紧骑车去抓组长 他们负责电话 随后道姬一路狂追 终于在一个交叉路口将组长的车子拿了下来 在一番追逐后 道姬将这个老家伙堵在了一处楼顶 道姬很清楚 组长就是利用调查质变 一边在国内充当正义警察 一边却又在东南亚的诈骗团伙充当保护伞 谁知面对道姬的质问 组长脸上却没有一丝悔意 在他心里 安安分分地履职尽责并不能让人生变得富有 所以他才冒这么大的险来做这种非法的勾当 紧接着组长拿枪对准了道姬 然后直接扣动了扳机 道姬愣住了 因为这一枪并没有打中自己 而是让组长当场去世 他的心里满是疑惑 为什么连审讯的资格都不留给他 就要如此焦急地将其灭口 难道在组长的背后 还有更加黑热的势力吗 随着犯罪集团成员被一一抓捕 这场跨国的营救也已成功结束 相关的案件调查也会紧握密谱地展开 而道姬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东仔完完整整地送到了他的父亲面前 时隔两年 失踪的东仔终于重新回归了从前的生活 这对专门代客复仇的道姬来说 也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这次任务 是彩虹模范出租车公司重新复出后的第一弹 随着众人的一一回归 团队也迎来了一位名叫何俊的心灵 他们也将为更多受到不公待遇的受害者提供帮助 可让道姬不知道的是 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更黑暗的阴谋也悄悄逼近了